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一到两年 这个时间不算很长 但也绝对说不上短了 这样时间长度 恰恰释放出两个信号 绝不放过一个骗子 回想起上次公安出手互联网金融整治 可以想见 这个互联网金融乱象 有多严重 而整治这一乱象 国家又是下了何等决心 即使是花两年的时间 也一定要将骗子们一网打尽 还金融一个清朗的气象 绝不错怪一个好人 再用一到两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说明央行很有耐心 不会快刀斩乱麻 把鱼龙混杂的互联网金融一刀切咔嚓掉 而是将步步为营 稳妥推进 在城治海群之马同时 也要让户近领域的千里马奔跑起来 换句话说 央行这则新闻 既是一个磨刀祸祸 想金融骗子的宣战书 也是一个安民告示 老乡 别慌 二 滚滚惊雷 隆隆而至 远未停歇 从中进 泛亚戏 一一租宝 到善林金融 钱宝网 挖宝网 再到云联会 唐宵僧 联币金融 近期 网贷 资管行业雷声不断 你永远不知道 爆雷和明天哪一个先来 现在 P2P已经成为巨大韭菜护歌场所 据网贷之家最新统计显示 即6月份 全国共计有46家网贷平台出现问题 目前出示平台大致分为两种 一 一种是为P2P平台 是非法集资和庞氏骗局 这种是最可恶的 他们其实就是假P2P的知名 行诈骗之时的骗子 他们里面 什么人都有 有做券商的 有做银行的 有卖螺丝的 有做销售的 有做模特的 有小学没毕业的 也有富二代 他们的想法 是通过拆心墙补救墙的方式 把庞氏骗局无限期转下去 将韭菜一波波割下去 二 还有一种 是部分中小平台 由于恐慌情绪出现 也集中出现了资金赎回现象 导致出现余期 提现困难 跑路 清盘 停业 这些平台 倒不是一开始就想骗 但由于原本资产质量不佳 信任度不高或管理不善 现在很多也在遥遥欲坠之中 对于这两种平台 今天央行已经明确了态度 主要是以下两句话 一 要明确政策界限 聚焦重点业态 区域和机构 完善整治方式 强化整治力度 治大国如烹小鲜 搞金融也是如此 下一步 央行不会放任恐慌情绪蔓延 避免出现踩踏几对事件 比如 一到两年时间 就给了监管方和平台方比较充分的时间做完善和调整 二 要引导机构 无风险退出 开展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 稳妥有序加速存量违法违规机构和业务活动退出 六月份以来 网贷平台的退出以恶性方式为主 多数出现体现困难 下一步 央行将着力让网贷行业的平台退出方式回归良性状态 也就是说 下一步 央行将一手抓金融骗子的打击工作 一手抓投资者教育和长效机制建设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如果一个人被骗 那是这个人人傻手气坏 如果一群又一群人前赴后继被割韭菜 就需要国家出手 普及金融知识 打击金融骗子 维护良好金融秩序 别了 韭菜 央行将全力以赴 打击金融骗子割韭菜的行为 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财富 三天干物造 小心火烛 某种意义上 当今的中国真是一个赌徒和骗子层出不穷的国度 如果往深处说 这些年金融骗局这么多 归根基底还在于 人傻 钱多 急功近利 监管偏弱 现在 国家正在整顿互联网金融 今后金融环境将日渐清朗 但骗子就像苍蝇 只能减少 但不可能灭绝 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 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界 更多的要学习一些金融基本知识 改进自己的认知模式 特别是不要傻乎乎的搞无脑头 把辛辛苦苦转来的钱交给骗子折腾 你想 平时我们买菜的时候 都要货比三家 讨价还价一番 而掏出大钱买金融产品 反而很随意 这实在太不应该 善良的人们 在这个太多镰刀的世界 如果你不想成为韭菜 如果你不想成为替死鬼 请牢记下面这四段 游血的教学总结出来的铁律吧 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 超过8%的就很危险 10%以上 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不要为了高息这个迎头小利 将自己的本金投到未知的平台漩涡 亏钱容易赚钱难 你看中别人的高利息 别人看中你的本金 对那些承诺高收益而低风险的投资 一定要瞪大眼睛 更不能指望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梦想取得高额回报之前 首先看住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本金 金融的力量 不在于短期高回报 而在于基于时间之上的复利 千万不要孤注一掷去豪赌 这样你最终会死得很难看 心存善意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 能够逃过击鼓穿花的最后一棒 即使你在前100次都侥幸脱险 但第101次的陷落 你就将永结不复 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无知 你才真正走上了智慧之路 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大水冲来的 都是全家人长期点滴积累下来的财富 请提高防范意识 不被高的诱惑 自觉抵制博傻游戏和金融骗局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 数字和血的教训 都在告诫我们 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 天下永远没有免费